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掌握个人的纳税情况 作为雇员 很多员工拿到自己的W2之后呢 发现明明工资五万五 到手只剩三万三 中间的两万二哪里去了呢 其实在美国的工资体系中 也有自己的一套无限一击 下面我来简单介绍一下W2表格的构成 以下我说的编号与W2工资表内的编号相同 编号一 工资项 Wage Tips and Compensation 这个数额表示了你去年获得的 因纳税工资收入 这里的工资收入包括了 金金 补贴或者公司福利等 编号二 联邦收入税 Federal Income Tax Miss Health 这个数额显色由雇主为员工 代扣代酒的联邦收入税 编号三 税把占工资 Soal Security Wage 社保工资是计算员工应缴纳多少社保税 Soal Security Tax的税机 美国政府对税机是有上限的要求 并且每年都会更新 例如在2021年度 对于员工来说 缴纳社保税的工资上限为142,800 税率则为6.2% 也就是2021年度 员工应缴纳最高不超过8,853块6毛的社保税 编号四 税保障税 Soal Security Tax Miss Health 社保税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员工在退休情况下的利益 需要注意的是 社保税由雇主和员工共同缴纳 雇主缴纳的税额和员工相同 换句话说 社保税的税率实际上是为12.4% 其中员工缴纳一半6.2% 雇主缴纳一半6.2% 员工缴纳的部分由雇主代扣代缴 编号五 医疗保险工资 Medical Wage and Tief 医疗保险工资是计算员工应缴纳多少医保 Medical Tax的税机 计算方法与社保工资一样 并且没有税地的上限要求 对于员工来说 税率为1.45% 当员工医保工资超过20万时 还需要额外缴纳0.9%的医保税 编号六 医疗保险税 Medical Tax with Health 医疗保险税同样也是由雇主 户员一起缴纳 员工分摊一半1.45% 雇主分摊一半1.45% 员工缴纳的部分由雇主代扣代缴 编号十六 是周的工资 State Wage and Tiefs 这个数额是缴纳周级别所得税的收入 一般与编号一中的数额相同 编号十七 周税State Income Tax 这个数额显示由雇主为员工 代扣代缴的周级别收入的税 以上就是这期的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对W2还有疑问 请随时咨询美云会计事务所 我们下期再见